好,那時間差不多要開始了 然後,所以先跟大家講一下,如果你想要看圖片的話 可以就打上這個 這個叫 slash.com slash peter dash cheng slash drugstore 那你打這一串的話,你會拿到就是正常圖片 那如果你後面多加一個就是 就是斜線live的話 那你這邊會就是,會不會跟我同覆 就如果你不想自己 翻圖片在哪裡的話 好,我們在 那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先來個小調查 就是 這邊有用過任何 就是machine learning 或 deep learning 的 framework 的 去送 好,所以大部分應該都用過 那我們應該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就是glash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東西 那 好,先做我一下 做我介紹一下,我們叫做peter 然後,那是一個學生 然後就這樣子,那就是我lfb的頭天 沒了 好,那我們就是第一個問題 大家現在就是想說 就是,現在就拍榜的這種 dipendent的框架 或者是machine的框架 有這麼多,那為什麼呢 julia 那我們可以就是簡單從幾個層面 來看 那第一個是 julia 本身 就是他可以提供你比較好的效能 我們講的不是,就跟他說很多東西都有 就是gpu的架速嘛 但是你的 前處理,然後後處理 然後後來的程式的這些 就是邏輯判斷什麼的 那都還會是 好,我們先跟大家做一下好了 那 那 以拍榜來說 你可能你在寫 就是你用peter pro好了 那你要寫你的tending look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靠 拍榜的一個口回圈 或wile回圈 那這些處理的部分其實 還是透過拍榜本身在處理的 那你就會有拍榜本身 自己的效能的更落差 那當然除非你去做了什麼 game graph的tending look 在tender pro裡面 那可能才可以避免到問題 但是做起來會比較麻煩 那 julia 這邊本身的話 因為他的語言本身是比較 效能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在做這些前處理 用後處理的時候 你可以擁有就是 能夠得到一部分的優勢 就包含他有拍榜就在一旁拍了 那 除了效能之外 我們可以再來看到就是 語法上面本身 因為 我們julia 有 就是multiple dispatch multiple dispatch 跟meta programming 那 透過這些 我們可以讓整份程式碼 能夠看起來 就是比較簡潔的 而不會 就是有一些 查七查八的那種 東西在裡面 那我們等一下會 會有些實驗力可以看到 就是 這兩個東西 到底可以怎麼 讓我們寫code的時候 寫得更漂亮更乾淨 好 所以 總體來講說 為什麼要使用 就是julia的原因 所以就是 我們可以寫一個比較 漂亮的程式 然後 但同時也有 不錯的效能 可以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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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摔下來 好了 那我們再繼續 那 這是進入之前 我們來先 就是 講一下說 呃 那Flux本身是已經升到0.7 所以是不用太擔心 但是還有一部分就是文件可能什麼都還沒有跟到很完成 對 那就Julia的1.0是在昨天前天 反正這幾天才剛發布的 那所以大家其實可以暫時先不用太擔心 然後那我們一樣就是在講這種 那我之前避免不了的 我們會來比較一下其他現有的 framework 那我覺得大致分成是兩種 一種是Dynamic跟Stadium 那Dynamic主要就是Pytosh 那跟新的TensorFlow的Eagle Mode 那還有Enternet 那Stadium的話 只是現在已經停止去維護的一個Piano 那Titleway開始的Stadium 然後還有更早之前的Cafe跟Abi 茶葉本身是兩種多的資源 好 那這邊應該 因為剛剛問一下好像大部分人都有用過 那這邊就不再多提 那簡單的比較一下就是 這種Stadium跟Dynamic的狀況 那主要的差異是在說 他們在底下去做這個尾分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主要的都是透過這種 叫做自動尾分的方式 然後來自動尾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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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大家想像說 我們Stadium它的 你要做這個尾分的時候 我們會去見這個 computation的graph出來 那 那 展明的則是說 你在 你先寫好的function 那我在把我的數值傳進去之後 它會動態的去 幫我去看說我做了哪些尾分 然後才去把這個graph剪出來 所以 以展明的情況來講 它可以允許更 動態的模型在整個code裡面 好 那如果以一張圖 一個簡單的看一下 展明的運作大概會像這樣子 就是你的一個握靈拓 讓它去討完某個運算之後 然後 然後它開始去記錄說 這些東西到底做了哪些運算 然後最後再 才剪出這個 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 根據你的東西的 長樣不一樣 你是可以 在每次不同的輸入下 見出不同的graph出來的 那 就是允許我們可以有 這樣的 動態的模型 然後 這樣圖是從 Tenderflow的一個 紙張 叫 Tenderflow code裡面 去解出來的 所以 只是給大家試一下 說在裡面 大概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講 就是 算是比較正式的經驗 想說 那我為什麼要用 就是 Lux 那 用Flux有起一個好處 那我個人覺得 最有趣的就是 它是 非常高度 可以被客製化的 就是 包含 比如說 你想要自己定義你的 好個運算 然後自己定義你的 一個微分 那這些事情 都可以 透過它的API 很簡單的達到 那 這邊有沒有 就是 會寫 Tenderflow的 然後 會用它的C++API的 或者是 想嘗試在 Tenderflow裡面做過 就是 自己定義運算的人 有沒有 沒有 好 那如果你知道這個狀況 大家可能 就是 你如果要在Tenderflow裡面 自己去定義一個 就是 就是 Operation的話 你需要去從 底層它的C++API 去兜起來 那所以 你要去寫 用C++去寫 Kernel 然後把它包成一個 OP 然後再丟給上層的 就是Tenderflow的 開房去處理 對 那整個過程 可以想到說是非常的 耗風會死 可能很麻煩 那 在這邊的話 就是 Flux可以提供一個 非常簡單 就是 原生的就是 用Julia的API 然後直接去做到的這件事情 那 蘇丹呢 因為它本身是 就是 100%的 就是Julia寫的嘛 那 它可以同時一樣 就是擁有 Julia本身的 很好的優勢 和優點 然後 那我們剛剛 就是有比較過說 我們的 模型有分成 就是Static 跟 膽怡人 兩種 那 發這邊它是膽怡人 那膽怡人的 好處是 一個是它領取了 你有在 建構模型上 有更多樣的變化 你可以做更複雜的模型 那 另一個好處是說 你在整個 就是 寫 寫這個Model 過程中 你可以比較好去處理 因為你可以直接透過 很單純的 Julia的語法 然後去看說 裡面的每個東西 印刷到哪是什麼 然後去檢查說 哪個地方 是不是有正常的指針 那 如果你要簡單比較一下 Steady 有什麼難做的話 你可以想像說 你要用Pencil Flow 去寫個Wild Loop 大概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 你要自己去定一個 Function Body 然後一個 就是 要不要Jump的Condition 然後再去 丟到那個 TF.Wild Loop裡面 對 那整個做起來 其實也是很複雜 那 最後幾個就是 你用 有這樣的Model的時候 所以 用Pencil Flow 寫起來 不會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有趣 好 那我們就來 就是 實際的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在 Pencil Flow 簡單的定一個Model 會長什麼樣子 那 這會是一個 就是 大概的 Overview這樣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 前面的 前面兩行 那是 就是像 impot這樣 我們當然是要先把 框架叫起來 然後接下來的 就是 s等於 rand y等於 這些是 在做一些當地的 就是 data出來 那我們這邊就是做了三比 就是 音符是一個 784 你可以想到它是一個 呃 假的 28x28的 那不是的 反正就是 某個大小的圖片這樣子 然後 然後 output的 y可能就是 比如說 endings了他的 十個 數字的dable之類的 反正就是 假的數字這樣 然後 data就是 把東西從了三次 就是三比 那接下來就是 那接下來就是 才是我們主要的 真的 frost的model 部分 這邊的 我們定了一個 一個 一個 M 就是我們的model 那裡面有的 第一層是一個 就是 福利康念地的問題 或你喜歡叫它dance 也可以 然後過一個 就是 sigmate的function 然後最後再過一次的dance 那這就是我們整個 model的架構 那如果有些人寫過 Keras的話 可能會覺得說 嗯這個東西看起來很像 一樣就是 我們這樣定個 幾層幾層的 就是layer 然後讓它可以用 對 不過 那你就可以注意到說 像 包含就是 julia語言本身的特性 就是 看我們這邊可以 sigmate的 我們就直接打個sigma 在那邊就好了 就我們就不用 透過 額外的 所以我們就 可以比較 大概注意到這個地方 就我們只需要一個 就是unicode符號 我們可以表示 然後 再包含底下的 底下的有 這種有 在Aplus 則是說 我後面 我這邊 colic叫cham的那個 function 裡面可能會幫我去做 幫我cham我的model 不知道怎麼樣 哪 全部拿下去跑 那我剛剛可能會希望說 我的deaset要重複的cham個好幾次 那一般來說 你可能會寫一個 就是 否回圈 可能否的i in range 1到1000之類的 對 那這樣你的 呃 扣的結構性都會變大 然後會變得比較複雜 那 這邊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比較簡單的markle 然後 直接這樣 就是 這樣一行 然後讓你 就把這件事情做完 然後 我另外幾個可以做到的地方 一個是說 這邊是我們的 loss function的定義 那 我們是直接code一下的 這個 ms1 就是m2 那你也可以直接 就是自己寫一個 就是 ms1 出來 那 我這邊直接 因為要方便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 code比較簡潔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code成功 那 那 這個是大概的 大概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先 看看你們有沒有什麼好奇想問的東西 好沒有 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 看 那這是一般我們說 我們在定的就是 反正看起來長得像terus 那我覺得說 好啊 那不是就跟terus一樣嗎 那我用terus好啊 就好啦 對不對 那我們要提到說 就是 gira 他一樣同時可以 就是 因為他本身改裡面 他也許你去處理這樣 動態的 包含就是資料結構的 這樣的狀況 所以像這邊我們定一個 一個tree 那這個tree 這個function是 會去建出一個 random出來的 binary tree的這樣的 這樣的結構 那也可能 反正只有一個head 然後 我們定一個 我們的model 在底下的 就是這個 shrink跟combine這邊 可以看到說 就是 shrink是一層的這個 dense level 然後combine這個方式 只是說 我的input 了兩個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compare了起來 然後 丟給這個 這個fooly 床間的layer 去處理 然後 底下再看到這個model 這個function 那我們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 先定了x4 就是我們隨便 wag的東西 那它是什麼 我們就直接把它reference出來 然後如果它 底下再講就是 如果它是一個tuple 那我們這位則去做 就是 就是 剛才的這個combine function 你將這個tuple 裡面有兩個詞 然後content起來 然後output 那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同時 運用了就是 julia 本身的這個multiple dispatch 然後讓 你在這個 定義這個function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簡單 根據不同的 你的 因素的type 或者一些狀況 就決定說 你要怎麼去執行 那這整個跑起來的時候 就是算你的這個 去這個function 它是一顆 就是半年去進來 那每次的 產出的狀況是不一樣 你可以看 上面的笔畫 裡面是一個random的 但是這實際在執行的時候 那這實際在執行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在動態的 去幫你去 去建立這個 模型出來 然後去 幫你算出你的尾根是多少 然後去做 整個模型的優化 那 除此之外呢 就是 Flux本身有 就是 前陣子不是 TensorFlow 有出一個什麼 TensorFlow.js 的樣子 掛大 你的平坡 就是說它可以讓你 寫個TensorFlow的model 然後跑在你的 瀏覽器上面 那 Flux本身 有做類似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 他們叫做 Flux.js 那我可以看一下一個簡單的 就是 換例 那這個是 Flux他們的官網 就是上面的 就是Document 底下 大家可以先去翻玩看 那底下有 呃 幾個不同的model 所以就跑在 就是 你寫來 就做在網頁上面 比如說 我們點開的 這一個是 這個 這個 end-user-classify 那是在這個網頁上 那我們可以很簡單的 比如說 我就寫一個 這個 這個 有什麼樣子 好 在FAMO總是會出問題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不知道 這個 欸 好吧 那如果 如果這個東西跑不起來 那可能就 然後 麻煩大家可以自己打開 如果沒有在筆電的話 你可以在筆電器 來這邊 就是 看一下他 Flux本身的 網站 他們的 就是官網的 上面這個東西 那應該是 我都要這樣 我幫你吃了 我們來試看其他的 行不行 那 這邊是 他做一個 就是在這種 平衡車的 就是 反正用Flux去寫個 就是 reforce learning的 這個 model出來 然後就 做在這個網頁上 然後我們來 做個看 那 這是他 事先chump 好的 那就是 這東西本身 是可以整備 跑到網頁上的 然後也可以 運行得還蠻不錯的 至少我自己玩的時候 好像還沒辦法超過100 就是 就是維持還蠻久的 那 那 再來是 做一下 那我們這邊 給大家看過就是 整個 Flux本身 讓他有 非常不錯的 這些 呃 這些優點 那跟一些就是 那 排發者要做了很多 很有趣的功能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正式的 進入到整個 Flux底層的一座 就從 整個內部的開始 那 那 想說 呃 身為一個 就是 deep learning的框架 那 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那 那 可能就會 一定會有人講說 那就是 要怎麼去算的 微分 那 Flux本身 他的這個 就是 自動微分的部分 全部都在 底下這個 叫做 Checker的這個 module底下 都在裡面 那 那 本身做的是 reverse mode AD 就是論 你對 就是 動微分有點研究的話 他做的是這種類型的 那這邊我們不會太多 提 這個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會直接 呃 來給大家看一下說 怎麼用起來會長什麼樣子 那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們先 當然說我們 一開始也要叫以後 我們先將 stecker的整個module 拉進來 然後 我們跟他講說 呃 我想對 A 乘以B 這個 function 本身去做 微分 然後我給他的 就是說 我進步是2跟3 這樣 那 後面的這個 逆節是 他世界輸出 他的 呃 Type 會是 在flux CD的一個 叫做Track Array 那 這上面就會幫你去 就是進去 記錄說 你在進行這些 function 的時候 你做了哪一些的運算 然後 你要怎麼去 將你的這個 gradial 再 去 去back allocation的時候 把它們傳遞回去 那 這件事情底下的 實際的 做的 呃 方式是 透過一個叫 forward的這個 function 那 你可以看到說 上面的 上下兩個部分 它的 其實功能是等價的 如果你去 實際去翻 trust的code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 在 規定裡面 裡面就是 collect 就是forward 然後在code這個bac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orward到底在做什麼 那 那 那 很大的 好 那我們就 繼續 不過呢 它在做的事情 本身是說 你前面會給它一個 function 然後後面會 就是給它 你的 就是要傳入這 function 的 纏述 然後 輸出的話 會直接將 你的 這數值 然後 算完的結果 輸出到 就是前面的這個y 出來 那同時它會傳出另一個 就是 另一個 function出來 那我們就把它命叫back 那 這個 function 就會是 你的整個 做完運算之後的 被gradient的那個 被 被微分的一個 function 那 所以像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就是 簡單的去呼叫 這個 function 然後就back 然後挖1 那就可以得到 就是 整個 這個 微分的值 然後 那這邊的這個 1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在做 整個 那種 自動微分的時候 你不是會將 整個 規定然後展開成一個 圈弱這樣 幾個幾個箱層嗎 那 這邊的這個 1就是說 那我現在這個是 直接對 這個 a 乘以 b 微分 那 所以我前面沒有任何 規定往前傳 然後我直接直接放 那如果你今天是 串在一整串的 這個規定裡面 那你就可以去傳說 我前面傳下來的規定 可能是個 呃 32 然後那我就再把它丟進去 然後直接放你再整成這樣 那 就可以做到 你要做 就是 保環全入啊 這種 這種 自動微分的步驟 然後 那 Floss現在本身也 支援到 你可以做 呃 就是second order的 那個 微分 所以你可以 對 我們訂了一個 就是 呃 訂了一個 function 就叫做 f' 那它裡面其實就是 你給它一個s 然後會幫你把 這個s再丟給 就是tracker.gradient 這個 function 去扣它 那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簡單的 做一個就是 dfdx的這樣的 function 出來 那 如果你要再去做到 就是二階的微分的話 可以同樣的再將這個f' 就是丟到 就是這個tracker.gradient裡面 然後讓它就是去做 就是第二階的微分 那 目前到二階的微分是可以動的 可是 三階以上的好像 好像會炸掉的樣子 如果之前跑是會出錯 所以現在 就是 如果本身在做的話 你可能要去算 一個什麼 jacobian 或者其他 要用到275的微分的話 那目前都還是 OK的 可以直接通過這樣方式去算 那 我們這邊簡單的講了一下 emover plus 然後去做 對這個f' 做微分 那 比如說 如果我們在一個 就是 這種 steep learning的框架裡面 那我們需要的是 對我們的 這些參數去做微分 我們是要對 我們的這個 我們tip步去做微分 那 那 那f'l'tip是有這樣的一個 叫做 trm 反正是 preditor的那個縮寫 那它可以將你的 不管是 scaler還是 array 然後或者是 match 包裝一個 他們的這個 checkarray type 那 你再去對 這些 就是 track的東西去做運算的時候 那 你可以同時去記錄說 它可以 做了哪些 運算 然後你可以直接 透過track 底下的f'l'tip 這個f'l'tip 幫你去做 尾分 然後去它的分線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上面 這是剛才前面看過的例子 那底下則是說 如果我今天 我是直接 它是一個參數 是在我的model裡面 我們會實際 把它當作 應付傳進去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的 去對這東西 做尾分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 這個prm 這個f'l'tip 然後把 你要做運算的數值 包裝起來 然後就直接對它們 像做 一般你擁有 手指的數值 運算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拿 你要的這個結果 然後去 get back 這個f'l'tip 去跑 那最後你就可以 就是 包括點gradient 這東西 然後把 裡面的gradient值拿出來 然後另外注意到的是 就是 從 f'l'tip 好 這是一個convention 就是說 這個f'l'tip 它是有副作用的 它可能會修改到 我的 傳入的 這些 資料 裡面的東西 那 同樣的就是 我們剛才前面看到的 例子都是 對簡單的 就是 scaler去做尾分嘛 那 我們如果要對一個 就是 對一個 矩正 然後就是 其實最常見的 就是我們在 神經網路裡面 就 很多運算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 舉證成法嘛 那我們要對這樣的東西 去做尾分 就是 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透過這個 prm把 你的舉證 或是一個向量 包裝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 對它做 任何你要的操作 然後最後再 一樣透過 back 跟 規定這個 這兩個f'l'tip 然後它的規定詞 跟 就是 做完這個 有辦法做一個 好 那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想問的 或是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就是 plugs 它有像 hypertory或trainer一樣 可以 比如說 我只要一個 class 然後我去 customize 我這個class 有點操作 那這個 我們後面會 就是 會講到說 要怎麼去 customize 就是 刻字畫一個layer的時候 然後我們等下 後面會有提到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直接就是 先從 就是底層 它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再慢慢往上講說 那 當你到一個high level的 使用的時候 你是怎麼去使用它 好 那 講完就是基本的那種 違反預算 那我們其實可以給大家看 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 在plus裡面 我們要 客製化一個規定的時候 其實 其實 是可以非常簡單的 就比如說 像 我們先跳過前面那段 user 你們就只是 把一些需要的這個 function 給大家快的拿進來 那 像這邊 我做了一個負的 function 讓它吃兩個參數 那 裡面做的一個很簡單 就是我把 A跟B 然後全部加上C 就是 A跟B是兩個 局正 然後把你最終極限的存法 都加上C 那 如果 我可能今天 我想要 就是說 這個 function 我要有個非常特殊 非常特殊化的gradient 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行 就是我們將 我們的 這個 負責 function 然後 第一在 就是 check the matrix上面 就是 我先對 check the matrix這個type 去做一次dispatch 那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的 input check東西的時候 那我去做一次 特殊的處理 那 底下 這邊的後面 就是說 這邊的 實際的就是 我們說 這些track的 這個type 那他們 被做這些運算 那實際上 就是被存在 它會幫你把 你的 function 就是 哪個 function 存起來 然後 input的 也存起來 那這邊可以 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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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邊用圖 就是說 原本我們是A 然後加10 那是 原本已經有 內建定義好的尾分了 那我們需要讓這個東西 跳脫這個之外 那所以我們需要 先給它定義說 就是 我這個 function 它得有個 額外的處理 那 以下的這邊 就是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定義 我們 就是 它的尾分之後 會長什麼樣子 那 這邊的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code 比如說 我們的 呃 前面是 f 是 我們要 去傳我們的 佛的值出來 那我們要一邊去計算說 那我們 代表的時候 規定值 要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邊取的 方法很簡單 就是 s裡面 我隨便給它塞 就是 1到n 然後 y的話 它的規定值 只會是 就是1到n 然後每個都平方這樣子 那你會知道 這是一個亂塞的東西 那最後我們 我們再 把它像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 爛打 function 把它這樣纏塞 就是去付掉它的時候 然後它會點你這兩個 它的各式的規定值 那你 最後可以去再 往前翻 那 我們找到就是 這樣定義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讓 付這個 function 它有自己 特殊的規定值了 所以如果我們實際去跑 那你看到說 它的結果就會像 底下這樣子 就是 A跟B 都是兩個 疾症嘛 它可能它跑完之後 它們的規定值 不是正常算出來的時候 而是 我們剛剛前面的第一 就是隨便亂塞的指進去 那當然你就可以想到說 我在這個 這個 定規定的這個 function 裡面 我是不是可以玩很多的 奇怪的花樣 我可以自己去定 不是 我可以把不能為患的東西 然後我去曬個假照的規定進去 或者是 我今天可能 某個運算規定值 太難算太慢 那我直接建一張錶 然後在裡面去做查錶 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就是 在我們有 Fluss這些高度 可以客製化的一台裡面 都可以這樣簡單的這些實驗 好 那我們現在 講完整個比例 我們跟大家看著說 就是 你的規定要怎麼算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的 利用 比如Fluss這樣的 就是 簡單的API上去定 這些對面 那我們就來實際的看一下說 你要 建造一整個 model當然是需要 有什麼樣的流程 那整個順序大部分 就是 你當然要先準備好 你的圈點data 然後記得是 你要去建構你的 這個model出來 然後 你的model有了之後 你要去定義你的 loss function是什麼 然後去 去選擇你要用的 archimizer 或者是 你要選擇哪種 流化方式做處理 然後最後 就是 把這些都準備好之後 就等下去做生意 那 在準備data的這一部分 就是 其實 要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說 Fluss本身 它的裡面 你的input進去的時候 它是 右層的 就是說 你的x在model裡面 是放在 脊椎乘法的右邊 那 可能如果大家 寫習慣 就是 pandle for the model的話 可能大家會習慣 把batch放在 就是 第一個代名前那邊 就是 最前面 就可能是 第一個patch holder 它可能是 num乘上780這樣 對 那可是 在fluss的邊 因為它 就它脊椎乘法的位置 是反過來的 所以你的batch 必須放在 第二個維度 所以你的input 就是7804乘上 batch size這樣 然後 這是一個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其他的部分則是 呃 Julia底下的utails 裡面有很多 關於 就是你的data的一些 去process 可以做出一個function 那我們等一下 簡單給大家看一兩個 然後 fluss.data底下 有一些 比如說endings啊 然後 或者是 幾個 什麼cheapbank的這種 就是它一些 一些載號幫你做好的data 那大家可以 直接 就是 就是input進來 玩玩看 那如果大家想 就是看一下就是 就是 這個model它還可以怎麼寫 或是哪些model 都可以去 嗯 fluss.nl 是 就是fluss本身官方的 就是dhub 它的帳 就是這個 組織的名稱 那它底下有一個 model root 這個red point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用fluss寫 為什麼model不長的 那 那 給大家簡單看一個就是 就是 我在做 就是我們如果簡單做一個 潛水的時候 怎麼做 那 這邊的話 就是 assess 是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 每個input都是長 都是死的beta 然後 裡面總共有一千筆 你可以想像說你今天的data 總共有一千筆 然後各自都是 一個 一個array 然後存在一整個list 裡面的這種感覺 那 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要利用我們的 就是 舉證成法這種優勢嘛 那我們 勢必要將我們的data 就是 劈成 就是 一捆的batch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能 就是要去切說 我們batch size要有多少 然後 裡面 就是要一個dk 就這樣做出來 那 fluss底下 本身提供 就是 有兩個function 一個叫chunk 一個叫batch 那 chunk的東西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給他一千筆leta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想要 五十個 做為 就是 分成五十個chunk 那他就會幫我去做分割 那 我就會得到 五十個list 它裡面各自都是 呃 長度是十個array這樣子 就以這邊的例子來講 然後 接著我們再將 就是 我們這個 chunk裡面 每個list 都交給batch這個function 那batch 會幫你把 這樣的一包 然後 做成一整個的match出來 那 所以 我們之後可以想要說 你的data出來 會是一個 呃 20乘上 啊 不 10乘上20的 這樣的一個match 就是 每一笔都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總共會有50d 到 到這邊大家還聽你們的 想說嗎 對 因為我們前面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將 我們的 xs分成50個 呃 50個 50p 然後 那 所以我們就是 每一隻裡面會有20個 然後1000個嘛 然後最後 我們將這每20 就是 50個chunk裡面的20d 然後用batch這個function 把它就打 弄成一整個match出來 那所以你之後得到的data 裡面就會是 它是一個list 然後裡面會有 呃 10個 10乘上20這樣大小的match在裡面 簡單的這樣 那就是 很簡單的就是 對你的資料做一些先處理 然後就把你分割 然後 就是組成fatch 不好意思 50只分成50p 還是pt有50p 50p 對 對 好 那 呃 另外一個可以注意到說 這邊 batch本身是對就是 我們剛才講說給你一個list 然後裡面可能有 就是 呃 20個乘以就是tombus的batter 那我們把它打包成一個 就是 一個matric出來 那 可是我們在我們這邊就是 這個chunk的情況是 我們是兩層的 我們是一個list裡面 然後有50個list 那每個list 是一個就是剛才講的這樣 這樣多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需要 其實有點像是 你要跑過一個for 去讓你把每個都做一遍嘛 那在 julia裡面也可以透過一個叫做 就是 你透過點這樣 任何一個function 它本身做在單一個東西 那你透過 多加一個點 然後去做function code的時候 可以對後面是一整個list 然後裡面的每一個去做 這個function的處理 就像去做一次map這樣子 對整個list做一次map 就是跟大家簡單提一下 那 再來就是 我們有了我們的這個 資料處理完之後 那我們要就實際來建構一個model 那我們也有兩種方式 一個呢 是透過剛才前面看到過的這種 我們開label的API 就是要train 然後跟底下的一些 可能你知道dance啊 然後 convolution啊 然後可能lstain 這種 這種東西去跑 然後就把它就是 用train這個方式 把它全部train起來 那我覺得也可以就是 自己去寫一個 特製化的function 或是layer 然後本身去 對這些 我們剛前面說過的 tracker的這種type 去做運算 那因為它實際上 所有東西都是 就是它直接去記錄你的 這些 參數被做了哪些運算 所以你其實 你就算沒有去做這些 layer啊什麼 其實也沒關係 那如果你有實際想的話 那是可以做個比較方便的 那 這邊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 就是 如果我要實際的 去 就是 呃 自己定義一個 一個layer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是 就是前陣子的 製作的影片 製作它就是長得還蠻簡單的 所以我去 就簡單把它做一下 然後順便給大家看說 這個整個流程 怎麼進行的 那 那 它這個第一件事情 是 你要定一個type 那 那 我們就是在julia 那 我們就是在julia 那 我們定這個東西叫 NL1 那 如果你想看一個 的話叫做什麼 然後 NL1 NL1 那 它裡面有三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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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要先定義說 那 這個layer裡面會有三個東西 然後 接著 底下這個function 是用來去 這是一個contractor 那 如果大家知道contractor 是什麼的話 你就想說就是 我們要建構一個 這個 layer 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去怎麼做 那我們這邊 比較單純的就是說 我們給它就是 一個參數 就是input 一個參數output 說我的input 是要多少位 然後 有個額外的 就是 Q argument講說 那我的indip 要用整東西來做 然後 我在裡面就是 實際的去 去建構這個固件出來 然後 去將我直接 預先定好 可以傳進去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就是 我們已經簡單定好了一個 我們model的 結構 就是它的type 然後跟 搭配初始化說 應該要怎麼做 那我們再透過一個 就是 大師本就提供的 marker 叫做tree-like 那這個tree-like 功能是當 你自己定義的這些東西 可以被前面提供的 那個train 整個包進去 那你就可以把你自己 特色化的 這個layer跟 原生的這些東西 就是接在一起 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 前面就是 包裝說 那 這個type 要怎麼 就是在 發行會被使用 那實際的 你的 這個layer 你要怎麼 怎麼動作 就是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 這個function code的部分 就是 這邊寫法 我們對一個 某一個n 那就是說 這個n這個type 它是nalu 那我們要 對它去做 function code的時候 那它可能會 是一個s的參數 然後 裡面在做的 就是 呃 反正裡面就是 做一些 矩增存法 然後做一些 預算這樣子 然後就給你 丟出一個輸出 那 你可以就是 你自己去想 就是自己是定義說 你的 今天你自己 刻字化這個layer裡面 要做哪些事情 那如果你想的話 你也可以就透過 就是 剛才前面集過的 就是 x grade 這種 就是 幫你把這個layer 去做刻字化的gradient 這樣子 然後 好 那 第一種則是說 就是 那 我們今天可能 我們不是要 給你的那個train 或者是我們今天 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 比如說動態的模型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會像 就是 像這邊寫的 就是 我今天我的input 是一個實際的是 用julia寫的 寫的 寫的一個tree 那 好像是function tree 我也忘記了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底下的這個 狗窩的這個function 因為它實際上 它吃的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julia寫的 第一個tree的這種structure的 這個東西 所以它有個叫 e-sleeve的 然後或者是 這幾個 點value這種東西可以用 那是 把你的data本身 包裝成一個tree之後 然後 你可以直接把這整個東西 然後 交給flux做處理 就是 你可以寫在一個model 那裡面是動態的 油理不要死 然後每一件事情就是 根據你的data件 長什麼樣子 然後改變你的建構 這個model出來 那 我們好像可以 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 非常簡單的 就是去對 這種julia寫的data 去做處理 然後 後面 就是 就是 你還在這定義的人 都有創成 那 用 下一個 就 好像 好像掉了一種 那 每個model結束之後 那 還是你要去定義說 我的 這個 loss 應該要 就是 怎麼被計算出來 那我們 可以看到說 像 以這個 sheet的結構的 來說 那它同時 將 它的 這個loss的值 存在 就是整個 就是在地毀的呼叫的裡面 所以 所以 我可以 我的 漏方園 就可以直接定義說 我今天 我在跑 那就是 參數是一個tree 然後 把tree 丟給這個 口握出來 然後 那最後會拿到 它這個輸出值 跟它的loss 那就直接拿東西當loss 就包含什麼 這種窗繩 也是 都是動態去找的 然後 那再來是說 呃 我們現在定完了 我們的 model 然後定完我們的layer 那我們要定一個 就是 我們的optimizer 那我們optimizer 是要負責幫我們 就是 我們說的參數去做油畫 那 所以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簡單的API 叫做 parns 這樣的東西 然後去幫你的 剛才提過的一些 layer啊 或者 mtrain起來的 這個model啊 然後把裡面 它會幫你 自動幫你把裡面所有的 就是 屬於 是需要被尾份的這些東西 全部拿出來 然後包裝可以 list給你 然後你就 就再將這個東西 傳進你的 就是 optimizer裡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 手動的就是 自己收集 其實你要的 這些參數 然後 把它就是 丟給optimizer的 去做 那 你就可以想像說 這是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你其實可以 就是 把你的data 對 你的model裡面的 參數分成兩份 然後各自交給不同的 誘化器去處理 然後 對 那這邊 就最後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一整個chaining 就是我剛剛 前面給大家看overview的時候 有個叫做 點chain的那個 function 然後裡面 這是實際的code 就是它裡面是 就是實際上寫的 這是 source code 再貼上來 那 簡單看一下說 它其實就是 你把你的loss 然後把你的data 然後把前面那時候 點它之後 那它會先幫你去 把這些東西 全部就是 建構出來 然後就把你的data 就是一筋一筋的 位進你的loss function 然後算出你的這個 詞 然後接著就是 就是去 叫我們前面 講過的這個factor 就是 幫你算出你的gradient 然後再去補教你的這個 alto method 讓它就是可以去幫你 去做優化 好 那就是 一整個model的流程大概這樣 那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好 那 先說 我們做完一整個model training之後 那我們再來要做的事情 那其實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的model 寸起來 那 GLA本身它提供了 呃 也叫做 呃 呃 比如說 就是finary的json 這樣的格式 然後可以幫你把你的這個 裡面的 value data 就是sirate出來 然後乘在一個finary 的json這樣裡面 那所以比如說 我們這邊 我們有個 我們定了一個model 用chain 去定一個model 就是我們想用 就是用xsave 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整個model本身 去呈起來 那如果我要露出來 就同樣就是 去寫這個檔案 然後去 這個 這個東西出來 那我就可以再 把整個 model的東西全部 出來 然後另外 是說 對 可是 save 都 他就直接往後 就是 成為model 那 那 一樣就是 因為 我們這些model 定義本身裡面 沒有放就是 artimaster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要存的時候 我就是在 像是 這個 這個後面 然後去加 就是把artimaster也放在後面 然後去 就一起存 對 都一起存在你的那個 finaryjson裡面 對 對對 你可以把 譬如說 你如果是一個idem 他也沒有自己的狀態 你想把他一起存起來 那你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把artimaster 一起存進去 然後load的時候 就是一樣就是 我這邊是只有load的model 就是load裡面有 額外存 就是artimaster也是這樣 就是 全部都寫個d點 然後選個opt 把它load出來 那 另外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說 你今天不想把這個 model這個type 就是存在裡面 你只想把參數 存在裡面 那我們就是 偏向前面提到說 就是這個 就是parameters 那個function 然後去扣在我的model上面 然後把所有的 就是 參數都提出來 然後我再 就是交給我的 就是save這邊去做處理 所以我把就是 load的就是 拉出來的那些參數 放在這邊 你看 你就可以把 只把參數存起來了 好 好 那還有下一個就是 有問題嗎 有 那 那最後再講說 就是 嗯 boss他有 有那個 onx的資源 那所以 就是 你可以去 就是算是 有一個專頁 叫 onx.gr 這樣子 那你可以 就是說 你去 那個叫什麼 onx的官網上面 去載他們 取分好的這種 點onx的這個 格式的東西下來 然後你透過 叫 loadmodel 這個方式 然後他會幫你去 建構出一個叫 就是 他會把 wait跟model兩個 就是 寫出這樣的檔案 然後就是各式放 那就可以去 像這邊這樣子 把 把參數load起來 然後 把modelload起來 這樣 就是 把 就是你的參數load出來 然後 把你的model load出來 然後就可以去做一些 額外的就是 利用他們 去選好的 就是參數 在下一個 就是 反應 就是 好 那就是 反應 就是 就是 解釋就是 嗯 用發子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去寫 比較 就是簡單 然後優雅的 就是在 就是優雅的 這些語法上面 然後 diminium model 也可以讓你 在寫的時候 整個過程比較 比較輕鬆 然後 比較舒服 那 那 同時間他有 就是這樣子簡單 然後 高度可以客製化的 這樣的API 讓你去做這些 就是 就是想要就可以 這做出 好 所以 大家 就到這邊 有什麼想問的話 你來結果 反正還有兩分鐘 有什麼 新出的想問的時候 可以 沒有 好